看这一排车停了 这还没有到停车场 停车场早就已经满了 停车场满了之后都停在路边了 这里因为雨水只被茂盛 山脉间常年有烟雾缭绕 所以大午山也因此得名 这也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气质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大午山了 上次有幸还看到了山间的云海日出 现在我们开始徒步了 走吧 在拥有一百五十条不同难易程度的官方步道 超过一千三百公里徒步路线的森林里 动植物种类就有十万多种 而仅能识别的仅占百分之十五 这里其中三分之一的树林都超过了一百年 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自然带给你的一切 嗯 空气好清新 包括可爱的黑熊 这些黑熊是公园里最著名的居民了 野生栖息数量 大约有一千五百只 如果你有幸遇见 身高一米八 体重两百多斤的可爱一只 官方给出了防熊指南 总结来讲就是 黑熊其实对人类的攻击很少见 但要保持安全距离 如果一旦受到攻击 要用任何可用的东西积极反击 否则熊可能会认为你是猎物 切记 不要装死 虽然大午山森林独步区 占地两千多平方公里 但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热门的那几条线路 其中包括这条往返不到八公里的山洞路线 一路顺着小溪上行 走过金色树木山林 穿过狭窄岩石拱门 看上来的路 驻逐过溪水山谷 你看远处的山 也感受那秋色万山 成林浸然 人说世间最美的风景 便是双脚走出来的 徒步在大自然中 让山心穿梭于山间 迷失于森林 只为听见自己脚步的声音 颜新海 我已经走了三个半小时了 所以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就准备下山了 下山好像有点快 我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 感觉山间傍晚还是蛮凉爽的 我应该能赶上太阳落山的速度回到露营地吧 反正我也不生火也不知帐篷 就像昨天一样在车里自制的睡袋过一宿就可以了 回来了我下山其实只用了一个小时 我走到这里蛮不错的整个一下午的徒步旅行 让我们去露营地吧 终于到我停窗的位置了 我前后的车都已经走了 就从我这里辆车了 赶快 终于回来了 天哪 自己一个人徒步了六个小时 蛮佩服我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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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